越南歌坛一直也是紧随K-pop的潮流 洗剪吹土和就是当中的代表 当然神曲不仅韩国有 越南也很流行 自从鸟书的骑马舞风靡全球之后 越南歌坛再次展现出了它超强的复制能力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越南的本土流行歌手演唱这首神曲吧 别看音乐录影带只是小成本 这首洋洋舞以500万的点击率 从越南迅速风靡了整个东南亚 重复的动感旋律加上搞笑的舞蹈动作 也让观众记忆深刻 但是只有在看到最后你才会恍然大悟 哦原来这是一支只养药膏的广告歌曲 真的是创意失足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被越南神曲给惊着呢